甜心冷收收 卻擋不住粉絲們的熱情 由台灣數位光訓科技集團 與菲兒樂團的吉他手阿慶合作打造 深受年輕人喜愛的電視節目 夢想星巴士中的TPI練習生 第四期捷訊出道 24號下午選在台中作為出發點 舉辦萬人見證出道演唱會 大家好 我是TPI 今天台術客舉辦練習生出道的演唱會 那已經選出前三名了 那我覺得這個文化活動 是年輕人的新潮流行的文化 那我覺得對台中來說非常有意義 可以讓台中的文化 結合流行的新文化 也配合我們這個文化的推動 可以讓很多年輕人 有一個表演的舞台 能夠讓他們有一個 很好的發揮空間 那我覺得我們也盡到 很多社會的責任 TPI練習生們 經過夢想星巴士系列節目競賽 透過專業藝人導師們 全力指導篩選 展現台灣女孩們的意志 與才藝磨練蛻變 儘管在決賽中獲得前三名的佳績 女孩們對於未來的演藝之路 能勢不敢大意 我之後出道會比較想要往 可能是廣告 戲劇 然後唱片發展 然後我會 以後會多多的努力學習 然後讓我自己的路越來越廣 當然很相信 也很期望自己可以表現得非常好 然後 因為我想要表演一輩子 所以 也希望大家呢 可以多多期待我的表現 我會加油的 就是 拿到第一名壓力非常的大 但是我想 我可以藉由這個 成為我的動力 未來我可以就是繼續更努力 相關精彩內容 都可以透過冠軍夢想台收看 而出道演唱會 是練習生過去學習的成果展現 未來出道後 會以什麼樣的形式展開演藝之路 觀眾可以拭目以待 記者楊中環 台中採訪報導